回到本港 亚洲电视明天午夜之后停播 部分员工选择留守到最后一刻 亚视多次欠伸 前景又不明朗 为何他们仍然坚决和亚视共同进退 我们和其中两个职员聊过 我叫刘培根 在1974年入了亚视 四十几年来 一直在新闻部资料室工作 将新闻影片编入亚视的历史库 在下面那些是比较更新的 那些新闻片 高的那些是比较时间长一点 如果急时我们都不会单梯 不会单梯上去拿 两边两边撐着上去 有时发梦都记得 每一天有大件事 无论是残忍或有喜庆的事 在这么多年之间 每个同事都很好 好像兄弟班那样 家里人都劝我 不如你离开 我始终一句都是好头好味 电脑库找不到的资料片 就凭记忆去找 至于最难忘的 莫过于亚视近三十年前的一场火 就是无价宝 譬如像大火之后 失去了那段片 变了很可惜 某一段片拍回来的 我想都会有它的价值在 但是很兴幸 有些片是分黑了的 能够补救 你好 你好 前辈 前辈 留下的还有亚视的发言人 面对股权争议不断 多次欠伸 但是在传媒前面 通常都是报忧不报喜 有时我会觉得这些学习机会 不是单单纯纯 可能是某些物质 或者某个工资 他可能会得到 我觉得公司需要我 我被他栽培 我留下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才会符合我的导意观 就算不舍得 4月2号都终须告别 如果一切还有希望的话 我不会放弃亚视 如果有有心人士去买 他知道那些片的重要性 希望他将那些片好好保存 无线电视机者谭一鹏报导